各位觀眾 我現在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補充 小米這台自動 洗手乳 的給泡泡機 怎麼樣補充 因疫情 所以就購買這一台 在家裡方便家裡的 所有人可以洗手使用 那這一台的費用不高 這個連上升加 下瓶 還有 一次一次的洗手乳 這樣好像是六百 九十幾塊七百吧 那買這一台好處就是 小朋友 會很認真的想要 洗手因為這樣就會 給泡泡很好玩這樣 小朋友還喜歡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關機 然後把它 拆開 它這個上升就是 機器 它要裝四顆粘繞電池 在裡面 相信買過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個下面這個 洗手乳的 那個 瓶子啊 它是不可以填充的 因為它這個 這邊是密合的 這邊是密合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要用 電鑽把它鑽一個洞 那鑽完 之後如果 會怎麼辦呢 會漏水 所以我們要 當初 當初買了這個 這個 當初打開這個 塞子這個要留著 那 就可以當作 等一下在旁邊 鑽洞的時候的 的塞子 那 首先你要去找到 有一個磚頭 它的大小 大概 跟這個 差不多 因為等它 鑽進去 它才塞得住 這樣 那其實方法很簡單 我們就取一個地方 這樣 大概來鑽一下 這個是一般 製工牙螺絲 所以很容易取得 我不用特別去買什麼磚頭 欸 可以了 看 這樣我們就 大概成功一半了 那我們可以到那個 市面上是買這種 人家已經調好的 的洗手 慕斯 這樣直接加進去 比例比較好 因為這台馬達 它力道可能沒有很大 所以 如果用太濃的 一般 比較濃 高濃度的洗手巾 下去可能 我覺得它會抽不動 那我們要把 篩子 先拔起來 我們把吸管的頭 大概剪開 這樣它大概就可以 插進去 陶鬼心的鬼 然後 經過拿到那個 洗手台 這樣把它填充 慢慢我們輕輕填充滿了 那這時候我們要把這個 吸管拔起來 拔起來 好 那把這個 篩子 篩回去 它就不會漏了 這樣篩回去 那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時候我們已經完成了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把這個 調一下 等一下 關起來 這樣才不會 你看 它這樣又完好爐出 而且 還是一瓶心心的 OK 大功告成 免費的 也不是免費 就是 自己DIY 增加 小米 自動給泡泡機 補充液 好 好 浮 awhi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